如何诊断心理健康问题 我可以提供一些常见的方法来初步诊断心理健康问题 如果您或他人有心理健康问题 最好咨询专业的心理健康专家或医生进行评估和确诊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和指标 可以用于初步了解心理健康问题 一、自我评估 仔细观察自己的情绪、思维和行为 如果您经历平凡的负面情绪如悲伤 焦虑、愤怒、持续的疲劳、社交隔离 失眠、食欲改变、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这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增长 二、评估工具 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常常使用各种评估工具 来帮助确定问题的类型和程度 例如、抑郁症筛查工具如BAC抑郁症问卷 焦虑症筛查工具如GAD7焦虑自评量表等 三、日记记录 保持一个情绪、思维和行为的日记记录 记录您的情绪波动 重要事件、压力因素以及与其他人的互动等 有助于观察和评估您的心理健康状况 四、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您担心自己或他人的心理健康 最好咨询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心理医生、心理学家或临床社会工作者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评估 并为您提供适当的建议和治疗方案 请记住 这些方法只能作为初步的参考 而非专业诊断工具 如果您或他人有心理健康问题 尤其是严重的或持续的问题 请尽快咨询专业人士以获取适当的帮助和支持